品牌是什么? 先入访创办人龚建家认为 许多人对品牌的认知都有一点误会 他说品牌不是一件漂亮的衣服 品牌就是你自己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个性 用适合的方式被大众认识 焦点观点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 是在2020年5月14号 讲药与所撰写并刊登在数位时代官网的文章 拥有社会关怀性质的先入访 品牌性格一直都很明确 龚建家成立先入访 是想要解决台湾鲜奶产业中的结构性问题 因此先入访的宗旨 就是想透过品牌力量 让好的农民被看见 当品牌有了想说的故事 行销就变成一件水到取成的事 兽医出身的龚建家 无论是亲自帮牛开刀 或者访问第一线洛农的生活大小事 都成了先入访最自然的内容行销 他们不用找一个与牛奶毫无关联的名人诞言 只要把自己真实的样貌传递出去 就能吸引相同理念的顾客 先入访成立5年以来 免营收能快速从3000万跳涨到3.9亿元 除了掌握品牌性格 善用内容行销以外 他们对设计风格的注重 以及特殊的通路策略都提升了品牌形象 让顾客的心中自动在先入访和优质之间画上等号 先入访可说是从创立第一刻起 就知道设计的重要性 龚建家找来了如聂永珍 优席夫 以及梁根等关怀社会土地议题的设计师操刀 让他们有足以衬托内在品质的外表 他认为好看不是唯一重点 为了要赋予包装有说故事的能力 在设计上就更要别出心裁 他们把产定牧场当作主角 并将牧场经营者的家族照片和经历都写在包装上 借此来协助洛农宣传自家品牌 而这些牛奶不仅是架上的商品 同时也是一个洛农努力生活的故事 不过产品包装上的版面空间仍然有限 如何有效的向大众宣传品牌价值 也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先入访刚成语的时候呢 曾经就不小心挑错了重点 当初在设计第一个产品的包装时 他缩小了先入访logo和生产牧场的名称 选择强调小农鲜奶这个概念 却发现小农两个字在市场上已被泛滥使用 后来拱建家才发现 那些自律的高品质的友善环境的特质 其实并非小农而是好农 也因此呢 他们转而强调牧场本身 把商品和生产过程紧扣在一起 才逐渐累积起了品牌形象 作为一个关怀社会的品牌 先入访同路策略也有特别规划 拱建家说有些人认为产品就该在 所有重要的通路上架 但对他而言若要深度合作 就不能只把通路当作是贩售地点 而是每一个通路都是一次 和客户沟通品牌的机会 那先入访又是怎么做到 深入每个通路呢 他们在超商通路指上全家 量贩通路指上加乐福 为的就是要帮彼此加值 以全家来说他们是第一个引进独立农民产品的超商 展现对小农品牌的友善 加乐福则是推出了食物转型企划 要向大众宣导食物背后的故事 透过品牌理念筛选的合作 先入访也得到进一步的合作曝光机会 在全家推出冰淇淋奶酪等联名产品 与加乐福的合作则是在冷藏生鲜区播放品牌故事影片 对这些通路来说选择上架先入访产品是他们对消费者传达的一种生活态度 先入访也随之从普通的上架商品脱颖而出 不但凸显了鲜明的品牌个性 也成为帮通路形象加分的行销伙伴 拱坚家表示如果只是产品迟早会被替代 因此先入访把品牌价值化为优势 深化与通路间的合作关系 在得到更高曝光量的同时 也帮通路吸引了更多喜爱独立小农品牌的消费者 先入访迈入第五年了 他们在Facebook上经营的社团粉丝人数突破了4000人 他们称呼这些先入访的爱好者为奶粉 奶粉们也都自发吸引的扮演着品牌大师 到处在街上搜寻先入访合作的商家 并且分享到社群上 有一次拱坚家看到了一个可爱的小故事 有一个男生在华山园区购买与鲜乳房合作的饮料 遇到一位素味谋面的女生 当时看到女生对鲜奶不太了解 这位男生就大力推荐他鲜乳房这个品牌 而且好爽的买了一杯请他喝 故事发展到最后 两个人竟然交往了 而鲜乳房就成了他们手上的红线 鲜乳房的品牌理念独特 帮助牧场建立品牌 更是强化牧场的饲养与管理 在丰乐牧场已经有少许的小牛温室 以及机器人挤奶机等 更是养出第一批A2乳牛 生产出台湾第一瓶属于台湾自己的A2β落蛋白鲜乳 让有乳糖不耐症的人 也可以享用到健康的牛奶 鲜乳房的坚持 让许多民众认识牧场以及牛奶的价值 在社会企业中不仅能够利己 跟能够利他 共创一个良性的生态系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